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士头发的长短,很明显受文化影响 如果各位男士生在晚清,恐怕无法选择,只能剃头留鞭 如果生在耶稣年代的以色列,应该都好像不少电影和画策中所见,是长发披肩 就像苏格兰的男士穿裙,这不是性别问题,是文化问题 而在不同的文化中,由于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在服饰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乳房不是男性的性征,多数都不会介意在其他人面前拿路 因此男士一般只穿泳裤,很少穿上身的泳衣 而男女会不会在公众面前拿路上身是文化和性别差异的问题 和是否平等根本扯不上关系 不过,既有男学生向平机会投诉,只要学校不准男同学留长头发 但女同学没有相关的限制是性别歧视 再次引起社会人士对男女平等和性别歧视的关注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男女的平等和平权,这是好事 不过当大家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平等,什么叫歧视 令人忧虑的是一个政治正确比正确更正确的年代 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已经渐渐失去了客观性 而变得越来越主观 另一方面,香港人又强调大我,家族和社群性的文化 渐渐向强调小我个人和自主的心态来发展 如何协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每一代的香港人都有它的特性 作为上一代上两三代的香港人 不要阻碍新一代的发展当然重要 不过,作为新一代的也必须尝试了解上一代的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是双向的 就是单单要求其中一方绝对跟从 即是会破坏双方的关系 容易变成用权力或者多数人的霸权 而不是道理来说服人 作为家长和老师,甚至政府官员 不应该适时用权力去要求子女、学生和市民 盲目地去服从 而应该多用说理和解释的方法 让对方明白为何要定立某些规则和政策 并且听取和参考对方的意见去完善有关的做法 同样,年轻人也不能以为明天是属于下一代的 而漠视上一代的意见 因为明天虽然属于年轻人 但今天属于大家 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被平等看待 他们的意见都应该同样受到尊重 其实,任何机构、团体本身都有一些规矩 学校作为一个学习成长 和帮助学生预备面对社会的场所 有一些适当的纪律和规则是正常的 虽然校正不用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 但也不应该是铁板一块 需要与时并进,考虑不同时代的需要 比如说,今时今日,如果一些女同学比较好动 对疑态的要求和以前都可能不同 是不是一定只可以穿裙,甚至是穿旗袍呢? 某些比较隆重或者庄重的服装 可不可以留待在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活动才穿呢? 至于头发的长短,直发还是乱发,染不染发,穿不穿校服 背后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 是整结、仪容、纪律、传统 还是纯粹为了一方面执行呢? 更重要的是要清楚区分哪些是全校同学都应该遵守的 哪些是跟性别差异有关的 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以着情处理的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但不是诚教署 应该有比较大的空间 让大家可以较为单纯地抱着赤字之心 来面对身边的人和事 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将一些不同的想法 上纲上线做歧视问题 将本来校本的规则问题 用社会抗争的手法来处理 香港有很多不同宗教背景和理念的报团体 不同的报团体基于不同的理念 对校规会有不同的考虑 是一个自由社会 其实是可以百花齐放的 只要有关的政策公开、透明、与时并进 给不同的持份者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而不同的家长、学生可以依照自己的价值观 和喜欢的生活方式来作出不同的选择 大家如果不认同某些学校的理念 那就选择其他学校 除非一些规定是横不横无理的 否则是应该尊重的 如果要改变 就应该透过内部的讨论 不适宜透过公权力来干预 追求公平公正、平等机会 反对特权是好事 问题不能够矫枉过正 正因为追求平等机会 而反对有差别对待的原意是好的 但必须尊重一些合理的差别对待 以及尊重真正的差异 男女本来就有所不同 在生理、心理和文化上都有差异 追求一刀切的平等 可能会好心做坏事 如果追求男女同工同酬 同样的参与机会 在同一处境下得到同样的对待是合理的 但不适宜无限扩展到涉及 体型、文化和宗教这些领域 如果否定差别对待的真实需要 反过来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不公平 因此应该按真实的差异 而作出合理的差别对待 正如大家接受 男女在体能、身形上是有差异的 因此大部分的体育竞技 都会分开男女之中的赛事 这不是歧视 但一些较量知识、策略和思考的项目 例如奇女、文答和艺术的比赛 根本不需要分开男女子组的比赛 因此不適宜把合理的差别对待 当作歧视 否则只会为僵化的政治正确 而带来抹杀了合理差异的不合理结果 西方的性解放运动经常用的技巧之一 就是用歧视之名 打破一些本来正常的男女差异 一刀切改变一些学校和社会的合理安排 譬如容许自称为女性男士进入女性更衣室 甚至连被要求使用独立不分性病的更衣室 以避免其他女士受到不必要的威吓都可以称为歧视 结果只会造成另一种逆向歧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